在宇宙的广袤无垠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地球相似的星球,期待着能在那里发现生命的踪迹。 最近,NASA宣布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发现了一颗名为Glase 12b的系外行星,这颗行星的大小与地球相近,且位于其母星的宜居带内,为我们寻找地外生命提供了新的希望。 Glase 12b,这颗距离我们只有40光年远的行星,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它绕着一颗红矮星运转,虽然这颗红矮星比我们的太阳小得多,但其稳定的运行轨道和始终的温度,使得Glase 12b有可能成为一颗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 Glase 12b的发现,得益于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望远镜临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TES的先进技术和敏锐观察力。 这颗系外行星绕着双鱼座一颗小而冷的红矮星Glase 12运行。 科学家透过TES捕捉到的微小光电讯号,发现了这颗行星的存在。 虽然,Glase 12b与其母星Glase 12的距离非常近,仅相当于太阳与地球之间距离的7%,Glase 12b的一年只有12.8个地球日,这意味着它的公转速度极快。 但由于红矮星Glase 12的体积只有太阳的四分之一左右,且温度远低于太阳,因此这颗行星仍位于其行星系统的宜居带内。 宜居带是恒星周围的一个区域,对于行星来说既不太热也不太冷,能够容纳液态水,而液态水是我们所知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宜居带是指恒星周围一定距离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行星既不会因距离恒星太近而被烤焦,也不会因距离太远而陷入永恒的冰冻。 Glase 12b正处于这样的黄金位置,使得它有可能拥有液态水,这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 然而,发现Glase 12b的两个研究团队目前还不能确定它是否拥有大气层。 这成为了研究这颗行星移居性的关键问题。 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星球上的生命将无法抵御宇宙射线和太阳风的侵袭。 没有大气层的行星无法维持液态水和生命的存在,因此,确定Glase 12b是否有大气层以及大气层的成分,对于评估其移居性至关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科学家对于Glase 12b的研究仍然充满了期待和乐观。 他们认为,这颗行星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研究一个与地球相似的星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的起源和演化。 他们希望透过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揭示这颗行星的更多秘密,包括其大气层的存在与否,成分以及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 此外,Glase 12b的发现,也为我们理解红矮星星星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红矮星是银河系中最常见的恒星类星,了解它们周围的行星系统以及这些行星是否可能孕育生命。 对于我们理解宇宙的多样性和生命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红矮星作为银河系中最常见的恒星类型,其漫长的寿命也为围绕它们运作的行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如果Glase 12b确实拥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那么它的生命可能已经存在了数十亿年,甚至更久。 当然,要确定Glase 12b是否真正适合生命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与研究。 科学家计划利用更先进的望远镜,如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对这颗行星进行更深入的探测。 它们希望透过观测其大气层的成分和结构,来推断这颗行星上是否有生命的迹象。 总的来说,Glase 12b的发现,为我们寻找地外生命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希望。 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它是否真正适合生命存在,但这项发现已经让我们对宇宙的奥秘充满了更多的好奇和期待。 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我们或许能够揭开这颗行星的神秘面纱,发现更多关于生命的奥秘。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将不断加深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 无论是对于科学家还是普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期待的旅程,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更多的发现与突破,为我们揭示宇宙的更多秘密。 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